第五步 帝国飘摇 第十三章 野心的开始 答案已经揭晓 原因却发生在七年之前 万历十三年 1585 当万历兄步行拉链到天坛的时候 几千里外的日本正在闹腾一件大事 风尘秀吉在京都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册封 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官员 官白 相当于丞相 长达二百余年的战国时代终于结束了 日本是一个比较喜欢折腾的国家 天皇是挂名的 说话算数的是幕府的将军 换句话说 是手里有兵的人 但自1467年起 由于内部胡搞乱搞 将军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 这下子热闹了 日本的管理体制 天皇下面是将军 将军下面是大明 也就是各地的诸侯 既然天皇没屁用 将军又过了期 就轮到大明说话了 所谓大明 也没个谱 在那年头 只要你有兵有地盘 就是大明 日本国家不大 闹事的人却多 转瞬之间冒出来几十个大明 各个有名有姓 占山为王 什么雨前雨后 月前月后 屠左中国 上总下总 全都是日本地名 看起来好似广阔 其实许多地方也就是个县城 说句寒酸话 日本历史中大叔特殊的所谓战国时代 也就是几十个县长 个别还是乡长 打来打去的历史 更讽刺的是 最后统一县长们的 竟然是个农民 风尘秀吉 原名墓下藤吉郎 本来在乡下种地 后来种不下去了 就出去做小生意 正好到处打仗 他就去参了军 在县长大明知田信长的手下混碗饭吃 偏巧这人种地做生意都不行 打仗谋略倒是一把好手 从小兵干起 步兵队长 步兵大队长 家老 步将 一级级的升 最后成为了知田县长的第一亲信 由于这人长得很丑 和元侯有几分神似 所以知田县长给他取了个外号 猴子 当时知田县长已经统一了大半个日本 如无意外 等到其他县长们被解决完 知田兄去当将军 猴子兄应该也能混个县长干干 可是猴子的运气实在太好 1582年 知田县长在寺庙休息的时候 被一个叫明智光秀的手下给干掉了 据说是因为当晚知田县长嫌送上来的愚臭 把明智乡长给骂了一顿 于是乡长一怒之下 把县长干掉了 就为这么个破事 心里实在太过阴暗 日本史称本能似之变 此时木下藤吉郎已经改名了 他先改叫木下秀吉 现在叫羽柴秀吉 最后又改成风尘秀吉 日本人的观念是有乃就是娘 改个把名字那是家常便饭 不用奇怪 这位羽柴乡长正在攻击中国 日本地名 地带的毛利县长 得到消息后十分镇定 密布发丧 连夜撤军回援 日本史称中国大回转 回去之后 羽柴乡长和明智乡长打了一仗 把明智乡长打败了 此后他又再接再厉 再建月 日本地名 击败了最强的竞争对手柴田盛家 获得了芝田县长的全部地盘 史称建月之战 在和柴田乡长的战斗中 与柴乡长的军队中涌现出了七名优秀的将领 他们作战勇敢 后来被统称为建月七支枪 顺便提一下 本人曾经考证过 这七个人中 有几位在战场上中使的是刀 如此说来叫建月X把刀似乎也可以 不过人家说是枪那就叫枪吧 之所以提到这件事 是因为这七支枪里的五支 和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有着莫大的关系 此后 宇柴乡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打平其余县长 最终统一日本 搞定了天皇 改名为封陈秀吉 并自称为太阁 封陈秀吉这个人 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 自打成功当上乡长 他就一直对天感叹 俺怎么待在了日本 在他看来 像自己这样的天才 征服各把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 只有统一全世界 才能体现个人价值 当然 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 中国 印度及东南亚 这并非他太过谨慎 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待在岛上 地理知识有限 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 对他而言 世界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 其实封陈兄并非特立 事实证明 日本国一向盛产心理阴暗之变态者 后来的如尽未闻魔 东条英姬之流 都是一路或 在他们的心中 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 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 抢劫的比生产的好 而他们的世界观 也有着惊人的一致 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亚洲 欲征服亚洲 必先征服中国 从爷爷开始 到孙子 再到孙子的孙子 这帮孙子几百年来窝在岛上 做着同一个梦 却始终不醒 实在是难能可贵 而封陈秀吉 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 封陈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 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 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 就是指明朝 因为唐朝时候 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 带走了很多技术 文化 甚至政治制度 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 无私之援助 权力之支持 只换来今天的野心 杀戮和侵略 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 是要看对象的 但要占据中国 必须征服朝鲜 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延谈判 要求他们让路 帮助自己进攻明朝 当时的朝鲜并不是独立国家 而是明朝的蜀国 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 称明朝为天朝 称明君为天兵 但凡国王即位 策立世子 甚至娶老婆 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 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 所以虽然这位李延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 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 言辞拒绝了日本使臣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来应的 封陈秀吉随即决定 先攻朝鲜 再战中国 可他还没撞至凌云几分钟 就得知了一个消息 他的养子封陈秀次反对进攻朝鲜 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 大众平安之类的话 但封陈秀吉明白 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 于是他灵机一动 写了一张纸条 派人交给了封陈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 封陈秀吉已彻底疯狂 因为上面只写了这样一句话 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民国 到时你就是民国的官白 但事实证明 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讲 封陈秀吉是一个奇才 他已庶民出身 苦熬几十年 最终一统日本 绝非寻常人物 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 向来已谋略出名 从不打无把握之战 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 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 他只输过一次 顺便提一下 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 对手叫德川家康 而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 封陈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 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认真 比如在后来中日甲午战争之前 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 拍摄了很多照片 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 人员 指挥官 炮口直径 缺点 日军都有详细的记录 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 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 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 他们都有细致的档案留存 其个人特点 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 更为可怕的是 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 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 连一个山丘 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 当年沿西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 既不抓俘虏 也不扛弹药 第一药物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 拿回去自己用 而一贯小心谨慎的封陈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 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 当时的日本 刚刚实现和平统一 在此之前 国内已经打了一百多年的仗 用今天的话说 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 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 一手拿筷子 另一只手都握着刀 只要外面招呼一声 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 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 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 首先发起冲锋者 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 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 也不在少数 总而言之 这是一帮亡命之徒 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当时的日本 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 为了打赢对手 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 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已不吃香了 大明们纷纷长枪换鸟枪 鸟枪换大炮 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地往日本倒塌武器 到战国末期 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 在战术方面 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 公元1575年 知田信长在长小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圣赖 其部队以骑兵为主 使用孙子兵法似如真言封林火山为军旗 战斗力极为强劲 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 知田信长明思苦想 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 日语 三段机 关于这一战术 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 且装弹药需要时间 故将部队分为三线 一线开枪 二三线装子弹 形成持续火力 对其兵有较大杀伤力 虽说早在两百多年前 明军开国将领穆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 但至少在日本 知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 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肥特列二世相比 他也还早了一百多年 整体看来 日军的战斗力 军事装备 战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高到封陈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 相对而言 日本的对手就有点疲软了 朝鲜自李承贵光荣革命 成立李氏王朝后 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 所谓两百年平硬之势 民部之兵 部队也就是个魂饭吃的地方 军事素质极差 连民兵都不如 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 但搞起政治斗争来 那是一点也不消停 与明朝比起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朝廷内部 分成两大派 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 闹了一段之后 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 东南西北都来齐了 足可以凑一桌麻将 大体就是如此 反正朝鲜是乱得一塌糊涂 只难打北 不是东西 这么个状况 想让人家不动你 实在是有点难 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 中国 就比较有趣了 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 加上当年日本穷 衣服也很土 想派间谍混入中国 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 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 来源大都要靠倭寇 而对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 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在1585年 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官白后不久 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 此人姓名不祥 曾在汪直海道有限公司工作过 为了解明朝实力 他找这人谈了几次话 询问明军实力 该人兄是这样回答的 当年 我曾经跟着三百多人 到福建抢劫一年 所向披靡 无人可挡 最后平安而回 下福建过一年 全甲而归 吹完了 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 明朝很害怕日本 若日军进攻 就会如同大水崩杀 力刀破竹 无坚不摧 唐位日如大水崩杀 力刀破竹 何成不摧 除此之外 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 官员贪污 老百姓流离失所 老百姓胆小怕事等等情况 总之 明朝就是一软柿子 不捏都会烂 风尘秀极大喜 于是他信了 应该说 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 一般说来 去当倭寇的 不太可能是良民 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 对政府不满 那是很自然的 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 也可能是真的 倒不是他有多厉害 明军有多无能 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 几天也就没了 唯一算得上有问题的 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 所谓大水崩杀 力刀破竹 事实证明之后确实如此 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 但必须承认 风尘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 当时的中国 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 思想混乱 组织混乱 励志腐败 除了几支七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 其余的所谓猥琐部队 由于长官吃控鹅 且无人抓训练 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 除了种田 啥也不会 用战斗经验丰富 基本不怕死的是兵 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 去进攻政治腐败 喜欢内斗 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是稳赢不输 所以风尘秀吉很乐观 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 然而他错了 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 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 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 他也一定会输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 几百年后的1937年 日本人决定开战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 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 士兵比中国精锐 武器比中国先进 他们有三菱重工 有灵式战斗机 有航空母舰 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 黑社会横行 老百姓大多不认字 还怕死 重工业基本谈不上 飞机能数得出来 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 且人心惶惶 一盘散沙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 灭亡中国 三个月足矣 于是他们打了近来 于是他们打了八年 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 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民族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 其实大多名不复实 所谓埃及 所谓两河流域 所谓印度 在历史长河里 被人灭掉了恩赐 亚利安人 犹太人 阿拉伯人 墨沃尔人 你来我往 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 文化更是谈不上 只有中国做到了 虽然有变化 有冲突 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 一直延续了下来 几千年来 无论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绝境 什么样的强敌 从没有人能真正的征服我们 历史千年 从来如此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 无数劣根性的民族 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 无数先进性的民族 它的潜力 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 也无法计算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 仅仅一夜之间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军阀可以团结一致 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 文盲不识字 却也不做汉奸 怕死的老百姓 有时候也不怕死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 坚强 勇敢 无所畏惧 日本人不懂得 所以他们失败了 以前如此 现在如此 将来依然如此 从来不需要想起 也绝不会忘记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 朝鲜的天才 万历二十年 1592 5月21日 鸣鼓屋 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 封陈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 也是最后的赌注 15万名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 鸣鼓屋 对马海峡出发 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 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 事实证明 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 因为在半年之后 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 为他们节省回程传票 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 自然要压上全部的老本 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 总计15万人 分为9军 有9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 如下 第一军 小西行长 一万八千人 第二军 加藤清政 二万二千人 第三军 黑田长政 一万二千人 第四军 岛金义鸿 一万四千五百人 第五军 福岛正泽 二万五千人 第六军 小枣川龙井 一万五千人 第七军 毛利徽元 三万人 第八军 于喜多秀家 一万一千人 第九军 于柴秀胜 一万一千人 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 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 以上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 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 但在日本国内 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 大有来头 首先 人家有名字 就说明不是一般人了 因为在日本 姓名是奢侈品 只有贵族才有姓名 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 小孩生出来起个太郎 次郎之类的魂名 类似于阿猫阿狗 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一直到后来明智为心 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 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 当然了 具体姓什么叫什么 都是自己说了算 这下就热闹了 在取名字 包括姓氏的问题上 日本人充分发扬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 不查字典 也不等不靠 就地取材 比如你家住山上 就姓山上 你家住山下 就姓山下 家附近有口井 就叫井上 有母田 就叫田中 而这九位仁兄自然不同 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 事实上 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 其中 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封臣秀吉的亲信 在九人之中 此人有一定文化 军事素养也较高 而且他十分特别 虽说是个鬼子 却很有新朝意识 既不信佛教 也不信神道教 日本本土宗教 却是个基督徒 每星期做礼拜 人家念阿弥陀佛 他说上帝保佑 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政 和第五军军长辅导政泽 是铁杆兄弟 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剑阅七本枪成员 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一 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 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 以勇猛善战著称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封臣秀吉的养子 对其十分忠心 但文化程度偏低 基本属于半文王状态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 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 据说精通兵法 他的父亲叫黑田官兵卫 是封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 号称日本智谋第一 第六军军长小枣川龙井 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 是亲戚关系 具体说来 小枣川龙井是毛利辉元的叔叔 为了混家产 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 这也可以理解 那年头在日本 名字不值钱 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 这位小枣川龙井 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 被称为中国第一至江 中国是日本地名 据说智商极高 和风尘秀吉有一拼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 是第四军军长岛金一红 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 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 特殊在哪里 很快你就会知道 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 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 之后毫无出场机会 基本属于废物类型 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也被吹得神乎其神 但事实证明 废物就算吹一千遍 也还是废物 而我提到的这几位 更是传奇级的人物 被吹得神乎其神 几乎各个都是智勇双全 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骄傲 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 置于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吗 但必须承认 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 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 5月22日 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起进攻 仅用两个小时急攻破釜山 一路势如破竹 击破各路朝鲜军队 仅半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 第二军加藤清正 第三军黑田长正随即跟进 一路打到了平壤 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 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 不是我偷懒 真的是没办法 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 这段时间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 一边倒 总而言之 是朝鲜军不断地跑 日本军不断地追 甚至日军不追 朝鲜军也跑了 汉城不守 平壤也不守 仗打成这个样子 要树立正面形象 那是相当的难 但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 不是日军太坚强 只是朝军太软弱 建国二百多年 土匪都没怎么打过 除了自己折腾自己 搞点政治斗争 闲来无事恳恳人身 估计也就差不离了 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也就此树立起来 在无数日本史料 如日本外史 日军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记载中 日本将领们有如天神下凡 似乎谈笑风生之间 就运筹帷幄 破底千里 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 此人极其残忍 战场对垒不知所谓 未见有何高明 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 屠城放火 史料上说他是威名远波 战绩丰厚 还取了个外号虎家藤 如此之精神 可谓无耻 当然 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 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 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 拿着武士刀 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 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 武士道精神的典范 还曾回到日本 战后又被拉回中国毕了 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世纪 受到热烈欢迎 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炼成的 所谓建威朝鲜 不过是欺负弱小 所谓战功显赫 不过是屠杀百姓 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 只有四个字 欺软怕硬 于是四个月后 当那个强敌出现之时 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 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 所谓的日本名将们 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 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 此时 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延却没有这个心思 他只知道 再被人追着打 就只能跳江了 于是他连夜派出使者 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 渡江内父 所谓渡江内父 说穿了就是避难 不过李延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但凡避难 总有个期限 过段时间该回还得回 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就没这个打算 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 他十分激动 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 表达了他的心声 与其死于贼手 无宁死于父母之国 这觉悟 还真不是一般的高 总之一句话 过去就不回来了 当然 李延绝不是缺心眼的人 好好的国王不做 要去当难民 实在是因为没办法了 两个月时间 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 追着屁股后面跑 再跑就只能跳江了 不找明朝大哥 还能咋办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事实证明 李延过于悲观了 此时朝鲜虽然支离破碎 却并没有亡 之所以没有亡 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 两百年的太平岁月 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 将领不会打仗 士兵不会拼命 大家一波接一波的去搞政治 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 输得这么惨 这么快 实在很正常 但就在最紧急的关头 上天帮助了朝鲜 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 李顺臣 李顺臣 自辱邪 得水人 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 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 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 但在我看来 其中名副其实者 不过四人而已 而李顺臣 正是其中的一员 说起来 李顺臣的成分相当高 他出身于朝鲜王族 是王室宗亲 一般有这个背景 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 然而李顺臣却是个例外 他武科毕业后 就去了边界 在那里 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 女真 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 李顺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 经常打败仗 虽然在长期的战斗中 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但至少在那时 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 所谓民族英雄 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 跟他更是毫不沾边 但时机终于到来 不久之后 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举下 他升任迁士 并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 全罗道水军节度使 正是这个职务 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 所谓名将 大兜有自己的擅长的战法和兵种 攻击 防守 战法 步兵 骑兵 不一而同 而在全罗道 李顺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 水军 他对于水军战法 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 沿袭了许多水军战法 在他的指挥督促下 水军日夜操练 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 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低 当然 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 那是和陆军比 相对而言 日本海军就威风得多了 日本是海岛国家 历来重视海军 三百年后 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海拼了好几年 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 其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而在战国时期 日本的海军也十分强悍 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 海盗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 可以抢地皮 靠海的就只好当海盗了 朝鲜 东南亚 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 只要打这过 就要抢 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 战国打了一百多年 他们就抢了一百多年 这之间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汪直汪老板 要知道 这位仁兄是卖军火的 敢抢他 那就真是活腻了 二话不说 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 在这一点上 日本兄弟们有着清晰的认识 因为一直以来 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性格 欺软怕硬 所以后来美国打败日本 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被制 景仰万分 千言万语 化成一句话 不打不服 而在这些海盗中 最为强悍者 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九鬼加龙 此人在海上抢了几十年 水战经验十分丰富 后来归一之田信长 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 及第七军军长 作战时 表现十分出色 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汉马功劳 此后他被统一收编 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 还干抢劫老本航 名义不同而已 被称为日本海军第一名将 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 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 但在战船上 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日军战舰高度可达三四丈 除了装备大量火炮外 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 即所谓铁甲船 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 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毫无作用 拥有这样的海军实力 日军自然不把对手放在眼里 战争刚一开始 日本海军主力两万余人 七百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 向朝鲜发动总攻 日军的打算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分两步走 首先 由釜山出发 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 其次 在歼灭朝军后 转头西上进入黄海 与陆军会合 一举灭亡朝鲜 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 日本海军统帅除酒鬼加龙外 还有腾堂高虎 加藤加明 携板安置三人 此三人皆身经百战 其中加藤加明 携板安置是剑阅七本枪成员 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 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 丰陈秀吉认为 朝军必一触即溃 数日之间即可荡平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顺利 当日本海军出现之时 朝鲜水军根本未做抵抗 一枪都没放就望风而逃 水军主帅援军更是带头刘号 所谓的主力部队 就是这么个水平 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 进入黄海 与陆军会合 水陆配合 歼灭朝鲜陆军 之前的胜利让日军得意忘形 在他们看来 朝鲜水军已经覆灭 到达预定地点只是个时间问题 然而他们错了 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 绝不是一条坦途 因为在这两点之间 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 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后 李顺臣十分愤怒 却也非常兴奋 作为一名军人 他的天职就是战争 而这个时机 他已等待了很久 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 李顺臣率领舰队出发了 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 他只知道 两军相遇之际 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万历十九年 1591 6月16日 李顺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 玉蒲海 停留在这里的 是日本海军主帅腾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 当李顺臣突然出现之时 他着实吓了一跳 但转瞬之间 他就恢复了镇定 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 由于被人排挤 未能成为水军统帅 李顺臣的兵力并不充足 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一百艘 而此次出征 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 放眼望去 只有几十艘板屋船 船上建有板屋 看起来很大 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 和日军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腾堂高虎笑了 主力尚且如此 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 李顺臣也笑了 他知道 胜利已在掌握之中 因为在我的手中 有一件必胜的武器 此后的试枪发展将证明 李顺臣最厉害的才能并不是水军 而是工程设计 乌龟的战斗力 腾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 它随即发布号令 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顺臣军发动攻击 由于敌人船只实在太不起眼 日军战舰连炮都不开 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 在他们看来 对付这种破船 用撞就行 使用炮弹估计会赔本 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 却意外地发现 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 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绝内极善 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谓舰的怪物 当即发出了惊呼 龟 龟 龟 应该说 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 虽然他第一次见 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 龟船 又叫乌龟铁舰 该船只整体 从船身到船顶 都有铁甲覆盖 而船头形状疾似龟首 故得名龟船 这船用今天的话说 是封闭式结构 士兵进入船只 就如同进了保险箱 头上罩着铁甲 既能当对方的火枪炮弹 平时还能挡雨 可谓是方便使用 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 但事实证明 真用起来 这玩意比乌龟要生猛得多 那可是真要人命 在龟船的四周 分布着七十多个火枪口 用来对外发射火枪 从远处打击敌人 而船只的前后 都装有锋利的撞杆 用来撞击敌船 大致是打不死你 也撞死你 此外 龟船的船手带有大口径火炮 威力强大 更为难得的是 李顺辰虚心地向乌贼们学习 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 追击敌船之时 龟舟可以发射炮弹 如果形势不妙 龟舟口中即释放浓烟 掩护部队撤退 就这么个玩意 远轰尽撞 打不赢还能跑 说他是超级乌龟 那是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事实上 这种拳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 由于外部无人警戒 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 学名 跳帮 砸砸悄悄在放把火 那是相当麻烦 当然 这个弱点只是理论上的 为防止有人跳帮 李顺辰十分体贴地 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铁钩 铁钉 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 扎穿 总而言之 这种乌龟能轰大炮 能放火枪 能撞 浑身上下带刺 见势不妙还能吐烟逃跑 除了不能咬人外 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 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一致认定 在当时 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 腾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 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 占据优势 在短暂观察之后 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 一个小时 后 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弃船令 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惨不忍睹 就在腾堂高虎下令攻击的同一时刻 李顺辰也发布了攻击令 二十艘龟船同时发出怒吼 当即击沉五艘敌舰 日将绝内极善大惊失色 但毕竟人浑胆子大 他随即命令日军战舰继续前进攻击 逼退敌舰 可是更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群乌龟船不但不退 反而越靠越近 日军这才发现情况不对 慌忙用火枪射击龟船 却全无效果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成章了 日渐不是被打沉 就是被撞穿 水军纷纷跳海逃生 个别亡命之徒想要跳帮 基本上都成了人串 一些运气不好的还挂在了龟船上 被活活的拖回了朝鲜军港 结结实实的搞了次冲浪运动 眼看即将完蛋 腾堂高虎船也不要了 直接靠岸逃跑 玉浦海战以朝军胜利结束 在此次海战中 日军26条战舰被击沉 死伤上千人 朝军除一人轻伤外 毫无损失 日本海军终于吃了败仗 酒鬼加龙十分吃惊 但事实证明 这只是他一系列噩梦的开始 6月17日 在玉浦海战后的第二天 李顺辰率领船队来到吃珍浦 在这里 他遇到了加藤加明的附属舰队 共计13艘 可刚开打 连李顺辰也吃了一惊 因为这帮日军很有觉悟 没等他开炮就纷纷逃窜 主动弃船登陆 狼狈撤退 其所成舰船均被击沉 在沉默的日舰和狼狈逃窜的日军面前 李顺辰再也没有任何疑虑 他终于明白 他属于这个时代 在这里 他将所向无敌 李顺辰继续进发 向着日军出没的所有水域 敌人在哪里出现 就将在哪里被消灭 7月8日 李顺辰到达四水港 发现敌船12艘 发起攻击 敌军全灭 7月10日 李顺辰到达唐浦 发现敌船21艘 发起攻击 敌军全灭 舰队指挥官 九州大明归警真具被击毙 7月12日 李顺辰遭日军主将加藤加明主力舰队 双方开战 33艘日军战舰被击沉 加藤军主力覆灭 7月15日 李顺辰到达釜山水域 发现日军舰队 击沉四艘 俘获三艘后 扬长而去 打完这次海战后 李顺辰就拍屁股走人了 在他看来 之前的五次海战中 就数7月15日的这一次 规模最小 战果最少 所以连战场都没打扫 战利品也没捡就溜了 事实上 他错了 李顺辰并不知道 当他打着喝欠催促返航的时候 一个人正站在岸上 绝望地看着他的背影 拔出腰刀 切腹自尽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来岛通九 如果说酒鬼加龙是日本国内第一海军名将的话 他大概就是第二 这位仁兄之前也是海盗 在中国 日本地名 地区盘踞多年 向来无人敢惹 连之田信长 毛利元就等超级诸侯都要让他三分 然而在李顺辰的面前 他彻底崩溃了 除了他的舰队 还有他的尊严 其实来岛兄还是太脆弱了 事实证明 被李顺辰打得自卑到自尽的人 绝不止他一个 来岛通九的死 以及一连串的失败 终于让日本海军明白 这个叫李顺辰的人 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日本人是很有组织性的 遇到问题不能解决 就逐级上报 一层报一层 最后报到封尘秀吉那里 封尘老板一看 顿时大怒 一个人带着几十条船 就把你们打得到处跑 八个 但是八个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战略 命令集中所有舰队 寻找李顺辰水军 进行主力决战 具体战略部署为 携板安置统帅第一队 共七十艘战舰 作为先锋 加藤加明统帅第二队 共三十艘战舰 负责接应 九鬼加龙统帅第三队 共四十艘战舰 负责侧应 以上三队以品自行布阵 向全罗道出击 限期一月 务必要将李顺辰主力彻底歼灭 九鬼加龙 他掌握日本海军实际指挥权 接受了这个任务 并立即安排舰队出发 一百四十艘战舰浩浩荡荡地向着全罗道开去 现在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李顺辰 九鬼加龙认为 自己目前的战力 李顺辰是绝对无法抵挡的 他最担心的 是李顺辰闻风而逃 打游击战 那就很头疼了 事实证明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十分多余 联合舰队日夜兼程 抱着绝不打游击的觉悟 向全罗道赶去 然而就在半路上 他们的觉悟提前实现了 因为李顺辰 就在他们的面前 在得到日军总攻击的消息后 李顺辰十分兴奋 他已经厌倦了小打小闹 于是连夜带领海军主力 于八月三日到达庆上到咸山岛 找到了那些想找他的人 虽然李顺辰实在有点过于积极 虽然日军的指挥官们各个目瞪口呆 但既然人都到了 咱们就开打吧 具体过程就不提了 我也没办法 实在是不值一提 在短短四个小时之内 战斗就已结束 日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共有五十九艘战舰被击沉 酒鬼加龙 加藤加鸣 携板安置三元大将带头逃跑 两名日军将领由于受不了刺激 切腹自杀 上千日军淹死 史称咸山大劫 总而言之 在日本国内战时被吹得神乎其神的海军 以及所谓海军名将们 就是这么个表现 真是怎一个惨自了得 在李顺辰的阻击下 日军水路并进的企图被打破 海上攻击暂时处于停顿状态 李顺辰以他的天赋 完成了这一状举 但毕竟只有一个李顺辰 朝鲜人民也不能都搬去海上住 所以该丢的地方还是丢了 该跑的人还是跑了 朝鲜亡国在即 李顺辰回天无数 日本国内史料对这段光辉历史一向是大书特殊 特别对诸位武将的包装炒作 那是相当到位 在日本战国史中 就有这样一句极为优美的话 耀眼无比的日本名将之星照亮了朝鲜的夜空 如同白昼 而相关的战国游戏 战国电影等等 对战国名将们的宣传更是不遗余力 入朝作战的这几位日军军长 也被吹得神武无比 我也曾被忽悠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 我放下游戏和电影 翻开日本和朝鲜的古史料 才终于证实了一句话的正确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战争初期 由于朝鲜的政府军实在太差 日本的诸位名将们可谓一达一个准 出尽了风头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最先由此觉悟的 是小早川龙井 这位日本国内的著名制将率领第六军进军泉州 此地已无朝军主力 此来正是所谓扫清残敌 结果出人意料 残敌竟然主动出现了 光州截渡史全普 这位人凶名不见经传 且是名副其实的残敌 部队被打散了 光州的截渡史 带着两千残兵 跑到了泉州打起了游击 著名制江队无名小卒 精锐队游击队 当面罗对面骨躲都没法躲 无可奈何 那就打吧 结果是这样的 经过几个钟头的战斗 日军大败 备阵斩五百余人 小早川龙井带头逃窜 全节度时也并未追击 手中兵力太少 史称离至大劫 这是打惨敌 还没完 下面这位更惨 而他遇到的是民兵 这位更惨的人兄 名叫福岛正泽 万历二十年 1592 8月20日 福岛正泽率领大军向新宁方面进军 途中遇到全英诸带领的义军 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 双方展开大战 在敖战中 由于福岛正泽指挥不力 日方自成 优势日军竟被民兵击退 丢弃大量武器 粮食 全军撤退 由于福岛正泽的失败 民兵们乘胜追击 一举收复永川 义成 安东等地 名将福岛正泽连连败退 固守庆州 和小早川叔叔比起来 毛利辉原侄子也不走运 他也输给了民兵 万历二十年 1592 8月14日 毛利辉原 安国四会琼律第七军 向泉州进发 由于官兵都已逃走 民兵首领黄蒲率军与敌作战 激战一天 日军死伤惨重 被迫退走 下一个倒霉的是黑田长正 万历二十年 1592 9月6日 中清道义军首领赵县 率领民兵攻击黑田长正第三军 经过激战 黑田长正输了 不但输了 而且他输的比上几位更彻底 不但被民兵打败 连老巢青州城 朝鲜地名 都丢了 连夜逃走 这还没完 一个月后 十月三日 他又绿三千余人进攻延安府 朝鲜地名 守城的只有不足千人的民兵 政府军早没赢了 经过三天的战斗 日军攻城不下 反而被城内突袭 大败而退 总而言之 日军将领的水平呈现反比例 实践证明 吹得越厉害 打得越差 搞笑的是 那位而今在日本国内评价一般的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 在战争中却表现得很不错 之所以没人捧 主要是因为他后来在日本官员之战中被人打败 下场也惨 被泼了无数污水 成了反面典型 所以说 鬼子的宣传要真信了 那是要过错年的 很明显 风尘秀吉不玩游戏 也不看电视 他很清醒 于是在初期的胜利与失败的乱象之中 他选定了那个最合适的指挥官 小西行长 并将大部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他 而在此之后长达数年的战争中 这个名字成了史料中的明星人物 出境率十分之高 其他的诸多所谓名将 都成了跑龙套的 偶尔才出来转转 要知道 日本人并不傻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有理由的 打了一辈子仗的风尘秀吉 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在以往的几十年里 他的眼光几乎从未错过 这次似乎也不例外 种种迹象表明 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正确的抉择 相对而言